北正,你的事情做完了?直到你没有用碗膳,我亲手做了几样甜点给你,你来试试看。 女人之间抢男人,对付女人没有用,得得到男人的心才会无往而不利。 北正,你看,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芙蓉糕。 南雪薇知道她喜欢吃芙蓉糕,却并不知道她只吃自己亲手做的芙蓉糕。 而且,是因为她的小丫头喜欢吃,她这才学了一手。 拿回去,芙蓉糕虽不是什么名贵的糕点,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好的。 这是,被嫌弃了? 南雪薇心中有些憋屈,要知道她这样的身份,本来是不需要到厨房那种地方去的。 北正,你觉得芙蓉糕哪里不好吗?你告诉我,我重新给你做。 不必了,天色已晚,想必你也累了,没什么事的话,回去歇着吧。 北正,我知道你关心我,但是没关系的,我不累。 你是要去放祈福天灯吗?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 灵儿。 她转过身,冲着自己带来的丫头汗。 我要去和北正一起去放祈福天灯,你把我做的那盏天灯拿过来。 北正,我回去拿一下石盒,那芙蓉糕你不想吃,拿回去送给庙里的师父们也是好的。 我还以为摄政王这几日连人影子都瞧不见,是去忙什么国政大事了呢? 原来是在这儿与家人相会啊。 本王觉得这天灯做的还不错。 嗯,是不错。 上面的意思更不错,山有木兮木有枝,心悦君兮君不枝。 像我说,雪薇小姐何必送摄政王什么天灯呢? 也不必一边说着与摄政王不过是好友,一边暗戳戳的哀怨摄政王不懂他满腔的深情。 今晚虽无花,月色却是正好。 雪薇小姐不如正好和摄政王说明了心意,也好让摄政王早些将你抬进王府啊。 姝儿,你胡说些什么? 本王说过了,本王不会挤哪个女人进府为妾的。 男雪薇不行,任何女人都不行。 我没说摄政王要那雪薇小姐为妾啊。 我的意思是,既然摄政王与雪薇小姐如此合适,不如请摄政王退了与我的婚事,娶她为妻。 左右见过了雪薇小姐,不是已经有很多人觉得,我这个卑贱的珊瑚女,比不上她这道白月光吗? 我们在这个写真上不处见什么的, 这都是今天的写真正的写真正的写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